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上一章特别谈到人生的好恶 就是好恶也是情绪 但是这好恶如果能够好在人道 物不人 好在善 物在恶 好在情绪管理 情绪智慧 情绪情商等等 物在情绪失控 暴冲 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可观的人生 有价值的人生 丰富的人生 我们人生要懂得好恶 不是没有好恶 而且也要忍受别人的好恶 当你是君子 是善人 是好人的时候 你要忍受小人 恶人对你的厌恶 所以你也必须要忍受别人的好恶 那有时候办事情是任你有多劳 别人就有多怨 叫任劳任怨 所以你不但要控制你的情绪 你也要忍受别人对你无理的情绪 果然你这样的磨练 你把情绪管理得很好 我这个也跟几位说过 说情绪管理 你可以把它看成小局面 就是说在人际关系沟通 让你生活得很快乐 但是你也可以看大的 为什么 它是一个领导者的学问 它是你的处事的能耐 你和谐团队的能耐 而且也是你在运用情绪来解决问题 运用情绪来表达你的内心 运用情绪来亚之恶的 来发挥善的 运用情绪来将风气导正 所以善用情绪的人 尤其领导统预 情绪管理是一门非常棒的这种能力 它也是一个王侯将相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成功的能力 而且必须要有这种的修养 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得好 把国家大政维持 那我们再进入这个主题里面 我们先说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个耶鲁大学在2018年的元月 它有个课程叫做 心理学与美好的生活 竟然全校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来修这门课程 而且私下说 这叫做快乐课 那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 如何善用这个情绪 那他们比如说 这里面有几项重要的 比如说每天 静坐十分钟 静坐十分钟就是管理你的情绪 把你的烦恼压住 还有每天至少要有半小时以上 写感恩的事 包括大病很通常 这件事情都要感恩 这就是好好地管理你的情绪 不要负面的情绪在那里蔓延 还有第三个 尽量不要参加太多的社群网络 尤其是负面的社群网络 你看这负面的情绪管都要对峙 那第四个呢 就是每一个月至少写一封感恩的信 你看发挥正面的情绪 那第五个呢 每个月至少放空一天 让自己休闲 这也是让自己能够得到舒缓 得到休息 那第六个呢 睡前要看平静的书 听平静的音乐 你看都跟情绪管理有关 那第七个呢 就是假如你情绪不良的时候 要重复上面的步骤 那第八个呢 你不可以拿成功跟金钱来定义自己 你看孔子的一生 他也没有拿成功来定义他自己 他说无时又无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至天明 六十而恶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宜举 他也没拿成功来定义自己 他没有说 你看我三十岁的时候就温命入国 齐景公特别召见 三十五岁的时候到齐国多么的疯狂 齐景公要拜我做宰相 在四十八岁五十岁以前 三家大夫有什么事情都请教于我 杨府还请我做官 五十岁的时候我做中毒宰 五十一岁的时候我做大使口 五十六岁的时候我走入列国 我跟各国国军奋平抗礼平起平坐 没有啊 孔子都没有拿这种成功来定义自己 孔子是拿学习来定义自己 所以论语有一个主题 叫做投资自己才是王道的这个主题 也会在以后推出 投资自己就是人生要不断地学习 你才有内涵 你才可观 你才有气质 你才能够自行化它 你才能够带给人们 这个一个美好的出路 你才是一个情绪管理 这个极为出色的人物 你不透过学习 这些你都达不到的 那最后啊 这个课程说 最后人生快乐有一个秘密 有一个秘密啊 就是给予 给予 对啊 所以大学里面说 君子以义为例啊 义就是说 他的认知当中 要立他的那种认知 那才是真正人生的利益 那人生的利益啊 什么叫利益 就是带给自己快乐的 这才是有利的 那你如果不懂得 给自己快乐 不懂得给别人快乐 你就是一个 不懂得创造利益的人 好 以上啊 是这个 要进入这个主题的前沿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 叫做最高的成就 最高的成就啊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情绪管理 到出神入化的时候 它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 它的本质 当然是认知 可是那个认知的形象是什么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中国 有没有人 达到情绪管理 最高的成就者 到底有没有呢 那这些啊 都是我们在 今天这个主题里面 要探讨的 那我们说 最高的成就 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理性跟感性的 互相支柱 那那个意啊 就是一个认知 它的认知 认知 认知 它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说 是理 一个面向是情 那它的本质是一个认知 意就是一个认知 那个理啊 是什么呢 在那个 李记仲尼 宴句篇里面说 理者理也 就是左边那个理 理者理也 理啊是讲道理的 是这个成天理的 那理者呢 也是情也 为什么是情也 因为理啊 是这个 在日用平常里面的 跟人相处里面 比如说 父持之孝 那不是情吗 这个兄弟和睦 那不是情吗 朋友啊 这个 有这一个互相能够互助合作 这都是感情啊 甚至朋友如果在 我这里死了 外地人 没有人替他办上事 我都要出面帮他办上事 这就是一种情感啊 那甚至这个国君跟成子啊 叫做这个都是一个军人成宗 这种感情 好像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家庭的经营的和乐 这都是情啊 所以理呢 也是理 理也是情 那义呢 义就是一个认知 认知 理呢 是能够合道理的 理能够合乎人情的 那种义就是一种认知 合乎道理的时候 叫做成天 有时候是合乎天理 而且是合乎行而上 而成天应人的部分呢 应人的部分是情也 懂得跟人啊 相处以感情 以真情 以热情来交往 你这时候才能够真正跟人家交到心 你不以感情 不以热情 来跟人家交的时候 你是冷血动物 是冷冰冰的 是没血没泪的 你怎么会跟人家交神 所以人有时候不能太理智 也不能太感情 那所以那个理啊 就是不能太理智 所以是情也 不能太感情 所以是理也 那不能太理智 不能太感情啊 中间那个意 意是什么 意就是认知 你一定要有这种认知 那我们学卢朗因也是说 做人要有七分的理智 要有三分的侠气 七分的理智就是理也 三分的侠气就是情也 那理呢就是如何运用这种 这种内涵 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 把事情办好 把人凝聚 那这种的认知啊 就是义 那这个义里面呢 一般人语里面说 博我以文就是义 就是一种认知 约之以理啊 就是那个理就包括理跟情 所以你看 言渊溃然而探约 这个在知寒地久 很感慨地说 夫子呢是养知名高 不比较的时候 你以为他很平常 一比较的时候 越比他越高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 这些中国的这些 有内涵的圣人 大概一般都觉得很平常 甚至无可观 甚至不合时代潮流 可是呢 养知名高是说 你不比啊 你不觉得 你越比 你会觉得他越高 那越专远呢 他的学问呢 你才知道 他的学问越专远越深 而且呢 是战志在前 忽冤在后 意思是说 他的道啊 是无所不在 可以在前面 可以在后面 都 换句话说 都可以运用到日用平常 好 运用平常里面呢 都含长着深奥的道理 都含长着丰富的人情 都含长着这个 吉凶霍福 好 这种道理啊 无所不在 又平常又深奥 要专严又很难专严 可是夫子是寻寻然 是有次第的引导 叫做 博我以文 博我以文 就是那个意 有那个认知 约我以礼呢 就是有那个礼 有那个情 礼是讲道理的 礼是讲人情的 所以礼不能专讲道理 礼也不能专讲人情 这两个恰到的行处 不能专讲道理 换句话说 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 那个时候感觉 人冰冰 可是也不能专讲感情 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 没有恰当的节制 你的情绪 所以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那真的是一种 对人生的了解 对吉凶霍福的了解 对形而下 跟形而上的了解 所以 对夫子的学问 叫做 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就是有热情 而且好奇 而且投入心流 而且产生乏喜 那 叫我放下 办不到 这个 季节无财 就是把我的财能 全部用上 那如有所利 我达到夫子的 三思而立 虽然还没达到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重心所欲不宜举 可是已经达到 三十而立的阶段 虽欲从之 欲从之就是说 把自己的热情 把自己的心流 把自己的能耐 全部用上 可是 末尤也已 还没达到 夫子的最高境界 换句话说 元晖是一个 有心达到 夫子的最高境界 而用上的是 他的热情 用上的是 他的心流 而且以 发喜来经营 难怪 他是 孔子坐下里面 最快乐的 孔颜之乐 孔颜之乐 那个乐就是最快乐 可见他是一个 在情绪管理上 是一个非常 高成就的人 所以他才能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是什么 是在物质贫乏中的快乐 是在 没有人生出入的快乐 是在 颠沛流离的快乐 所以孔子才会说 颜晖是不得了的人物 颜晖过世的时候 孔子才会哭之痛 我们一般收快乐 都是物质丰富 顺境地收快乐 不 颜晖是在 逆境地收快乐 是在颠沛流离地收快乐 那不是情绪管理 到出神入化吗 那 论语还有一章 就是 《言言篇》里面说 君子薄学于文 约之以理 能够 以认知来经营 这个理 这个理又合乎道理 又合乎人情 亦可以浮盼以浮 就是不会违背中道了 不会违背道了 浮盼以浮 就是不会违背道了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 认知的最高成就像 就是一个自圣 而道理的通达 最高的道理的通达 就是一个初世的智慧 而入世的经营里面 以理来经营 而理的本质就是人心 所以情绪管理 是理来经营这个情绪的 而理的本质就是一个人 那整个中国文化就把这个情绪管理 运用到最高的成就 初神入化 是一个能够完全控制感情的智 是一个能够发挥感情的人 而这种是自圣的成就 而这种成就 是一种止于自善的成就 这个在一个智慧 是一个能够得到初世的证悟 就是明明德 明德就是光明的智慧力 能够明 能够把光明的智慧力明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圣人他能够不但自圣 不但能够通达行而上 也能够通达行而下的人 而且是以理来清明 那这个清明当然 这个情绪管理 以及情绪的智慧 以及发挥正面的情绪 以及善用情绪 来经营好的风气 那是非常重要 那才是真正清明的方法 所以懂得这一段里面 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中国文化的命脉 这个儒家的道统 就在这样的概念里面 那这些不但在大学上有 在中庸也是这样说 喜怒哀乐之微乏 为之忠 为之忠 忠其实就是一个 正入忠道的智慧 忠其实也可以说 所正的忠道 也可以说能正的中观智慧 而这种智慧通达行而上 能够使喜怒哀乐未发 是一种明星见性的状态 喜怒哀乐未发 正到本体的时候 现象全部不见了 现象不见的时候 请问哪有什么 世间的这些情感的喜怒哀乐 可是在入世的时候 又能够以人为本质 善用这个理 而这个理是有讲道理的 有讲人情的 叫做发而皆重结 为之和 而这种和能够亲民的和 能够让风气善良的和 能够让人才 善用人才的和 能够让好人出头的和 能够让压制坏风气的和 能够让小人恶人不能得逞的和 那这才是中国文化最高端的学问跟内涵 好 上来把这些前言都说过以后 我们再说今天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就是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我们分为三段说 第一个总名 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是一个人心跟智慧的搭配 人心是入世的 智慧是出世的 人心是心而下的 智慧是心而上的 这两个搭配将情绪管理发挥到究竟 而分别解释 人心就是善用情绪 智慧就是让情绪不发 那应该怎么说呢 唯有让情绪不发的人才能善用情绪 真正善用情绪的人才知道 他管理情绪控管到最高的境界 智慧就是控管情绪到最高的状态 人心就是入世的时候可以发挥情绪 可以发挥喜怒哀乐的价值 而且最后结论赞叹了 实在实在太好了 用得太好了 此时不发情绪的时候就不发情绪 此时要发情绪的时候就得发情绪 此时喜怒哀乐不能发的时候 就喜怒哀乐不能发 此时喜怒哀乐要发的时候 就喜怒哀乐要发 那这个是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这也是我们大学中庸的经义所在 所以我们大学的经义他怎么说呢 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在子于至善 你看是不是 大学之道 大学就是大人的学 什么叫大人的学呢 就是一个有志于利益天下苍生的 叫大人 所以儒家把大人跟小人 小人有时候是讲品德不好的 有时候是讲世间人 大人像孔子免利指下说 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君子儒就是大人 大人之学 他学什么道呢 学明明德之道 学清明之道 明明德达到究竟的子于至善 清明达到究竟的子于至善 官教授明明德达到子于至善 是什么 是完全降服烦恼 完全降服情绪 那在清明呢 子于至善是什么 情绪发挥的恰到好处 那这个是大人的学问 这种人情绪控管到最高境界 情绪善用到最高境界 这个人情商情绪智慧达到究竟 这个人把情绪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最大的功德 以上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接着除了说这个架构里面 有包括总说 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大人之学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说 这个架构当中 这个分别来说是人心跟智慧的精灵 那人心的部分呢 子供就说 如有博师于名而能济重何如 博师于名 这个博师不简单 这个博师里面包括说 你办政治 包括你办教育 包括你的农业 包括你的工商业的环境 包括你的福利政策 包括你人才的培养 都叫做博师于名 极不简单而能济重 这济重还包括两个 一个是你本国的人 本国人比如说 官寡孤独废极者 官就是没有太太 寡就是没有先生 孤独孤儿 独就是独居 废极者 废就是残废 急就是疾病 这个都要照顾 你为政者都要照顾 还有外国来的难民 你也能不能救济 那像这种难民政策 你看德国总理梅克 官一个难民政策 几乎把他拖垮 可见极不简单 所以何辱 可谓人乎 这是人了吧 孔子说何事于人 这个是事项 而不是人心 那如果必也圣乎 遥顺其无禀珠 像圣人遥顺这样 还怕做不到 你看我们一般说 圣人是有德有味的圣人 只有像尧顺这样都做不到 更何况有德无味的 像孔子这样怎么做得到 没有位置怎么做得到 还有无德无味的一般老百姓 怎么做得到 无德有味的昏君怎么做得到 换句话说这都做不到 怎么做呢 人心不是在四项论 人心是在心上论 叫做夫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欲利而利人 那个利就是说 你要开拓你的见解 你要开拓你的见地 你要立住你的品格 那个开拓见地 开拓这个认知 才能立住品格 所以我们下一期的论语 要讲那个认知 认知太重要 那己欲达而达人 利人的时候 你也是 你为了要利人 所以你先要利自己 你利自己 你想要利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利人 可见耶鲁大学那个课程 最后给予才是快乐的前缘 你为了要利人 所以你自己想办法要先利 你没有想办法利的时候 你怎么去利人 局欲达而达人 你想要达人 你本身一定要想办法给自己达 那这个达我们现在很流行 什么面包达人 泡面达人 但这个达特别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你入室的能力 你入室的能力里面 包括你的像这种 百工技艺 科技 医学 来自于情绪管理 情绪的智慧 这些都是你的通达 这种能力是你最能通达 你最能在这社会亨通的人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你想要帮助别人通达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通达 你要让别人利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利 这个想办法让自己利 想办法让自己达 为什么呢 因为要利人 因为要达人 这样的状态叫做人 可见人心是一种什么 人心是一种 想办法让自己利 想办法让自己达的心态 所以我们一般说光有人心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人心 你要怎么看 他有没有想办法让自己利 想办法让自己达的心 一般人以为人心就是努力去帮助别人 一般人大概都这样觉得 可是他自己呢 他自己有没有想办法让他自己利 想办法让他自己达 坦白讲 很难 所以有些人他心里面很善良 是不是叫做人心 不是 很会做善事的人 是不是叫做人心 也不是 因为他的内心里面 有没有想办法利 自己想办法利 有没有想办法达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不是人心的形象 那人静取辟呢 人静取辟就说 你要开始找善之士 找人静取辟包括说 找典范 找善之士 找朋友 找伙伴 叫人静取辟 找案例 然后找典范 找书籍 叫人静取辟 就近处去找 而人静取辟 包括你实行的范围 还包括说 你从你个人 到你家人 到你团队 乃至于扩大你的影响 包括最后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去主持政局 你去稳定政局 你去发展利人的事业 这叫做人之方言义 这才是行人的方法 所以行人的方法 你有没有想办法 想要自己立 想办法 想要自己打 所以行人的人 你得在这里 好好地反省 不是光说我很善良 光说我替别人着想 光说我不害人 光说我做很多善事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以上是在讲人人 人心 第二个再讲了说 这个人心的 这个人人 他要怎么来入世 言言问人 孔子说 克己赴礼为人 克己赴礼为人 一般来讲说 克己就是 克能够自己赴礼 克就是能够 能够自己赴礼 这第一种讲法 第二种讲法是说 先克制自己 再来才能够去实行礼 你自己的烦恼 都不能够克制了 你怎么会去实行 去做一些利益 他人的做法呢 理就是一些利益 他人的做法 怎么会呢 但是第三种的 克己赴礼最好 为什么 我们一般人大概 第一种讲法 第二种讲法都讲完了 他不会想到第三种 你为什么知道 第三种讲法 讲得最好呢 你要跟后面配 克己赴礼是什么 你的理要讲究的 就是克己 讲究的就是克己 为什么 因为后面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可见 赴礼是想办法 克己的赴礼 什么叫想办法 让自己克己的赴礼呢 就是你在礼上 要不断反省自己 不断地改正自己的过失 这样的人 一直克己赴礼 懂得在礼上 检讨自己过失的人 天下归人 天下归人 就是指说 你会得到人家的佩服 可见人 都是在 我们说 刚才讲说 人心是 想要立人 所以想办法 要自己立 达人要想办法 让自己达 可见 赴礼的目的 都是要帮助自己立 帮助自己达 因为唯有你自己立 唯有你自己达 你才能让别人立跟达 而你想办法 让自己立 想办法让自己达 你一定过程中 一定要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要检讨 不断地要对峙过失 所以后面才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还包括说 非礼 比如说 物事 就是说 像一大堆乱七八糟 社群网站 你要不要上去 一大堆乱七八糟 因为你要不要听 一大堆乱七八糟 人你要不要交往 假如你对自己 有要求的时候 你怎么会呢 你怎么会这么随便呢 所以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这里面包括说 你对自己的期许 这个人人 不是光善人 你对自己是有期许的 很愿意检讨自己的 过失要一天一天少的 那个才叫做人心的表现 讲话大啦啦的 做事没分寸的 脑袋想什么 说什么的 然后说他有善良 他是君子 我不相信 所以你怎么知道 这种讲法是对的 因为前后文官邻 最后孔子不是这样的人吗 叫做从心所欲 不于举 对不对 最后孔子境界就说 不管内心怎么动 不会犯过失 不于举就不会犯过失 可见 妇礼的目的是客戟 客戟就是 不断地要求自己 不断地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不断地除过 不断地除罪 除罪除过的客戟 最后让自己得到至圣的境界 圣人最高的境界 是在客戟上说 而唯有客戟 你看圣人喜怒哀乐未发 不是客戟吗 而唯有这样的人 才能入世善用情绪 喜怒哀乐未发 未知中的人 他才能发而皆中皆 未知何 所以你看 所以孔子才说 为人有己 这是自己要求自己的 你自己要有热情的 心流要投入的 这个好要用在里面的 要不忘初心的 要不能疲倦的 要不能够放逸的 而有人护宅 是靠别人吗 靠别人劝勉吗 靠别人帮忙吗 都靠自己的 所以你看 圆圆约 请问其目 请问其目就是说 经营的项目是什么 你讲的客戟 富力这么高 请问他的项目是什么 换句话说 你要达到这个大目标的时候 你要拆解几个小目标去完成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人 有没有心要完成大目标 你说有一个人 他说他告诉你要完成大目标 你要怎么看他 他有没有办法把大目标 拆解成很多小目标 一个一个去完成 还是每天嘴巴说那个大目标 有人做那个心理实验 就嘴巴讲大目标的人 不去拆解小目标 到最后都是空话 我将来要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我要做个有钱人 美国有85%的年轻人 都梦想他成为亿万富翁 通通没有 通通是嘴巴说 这个孔子就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懂 非礼物听 视听言 就是说 在外向上的过时 要越来越少 非礼物动 是在内心的过时 要越来越少 最后是什么 叫做从心所欲不预举 唯有从心所欲不预举的人 才是真正情绪控管的高手 情绪管理的高手 才是善用情绪的高人 才是一个能够通权答辩 能够调和人心 才是真正能够亲民的为政者 所以难怪这段话里面 孔子回答言回的是最高的 唯有言回才当得起孔子 对他这样的回答 其他弟子不行 所以言人才说 回遂不明 看多客气 我虽然不聪明 请示私欲 我愿意依教奉行 你看 这个孔子听了会多感动 我们一般说 我不明 我不会 一般大概都是这样 你找别人 我太高了 我办不到 很多人他都是告诉你 讲得太高了 我办不到 我不是那根气的人 你注意看前后这两句 第一句告诉你说 我不明 上面那句告诉你 坦白讲 很多人都告诉我 我不会 所以下面说找别人 上面说我不会 下面说你不要要求我 上面说我不会 下面说 你不要要求 对我期望太高 可是你看言人说 上面说我不会 下面说我愿意办 你光看这一句 这种回答法 十个人里面 一半都不会有 这样回答问题 比如说你讲得很难 你上面 上连叫做你讲得很难 下连的就是我不想听 或是我不适合我 或是我没办法 或是我已经老了 或是我能力不足 或是我悟性差 或是脑袋不灵光 大概都讲这样 可是上连说你讲得很难 下连说我愿意尝试着学会 你看多好 那我们一般非礼物事 大概就很有趣 日本的寺庙 就有那个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嘴巴不要讲 可是那个只是表面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事听言里面 它有多少的含义在里面 比如说非礼物事 眼前有很多 比如说包括说 这些犯上作乱的 要不要去跟着贡业 非礼物事里面包括说 吉凶祸福的 是祸的 是凶的 大家都不要去 不要听 不要看 有那个智慧去判断 换句话说 很隐为的地方 都是趋吉避凶 那我们当然表面来讲 这个是眼睛不要听 耳朵不要 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嘴巴不要说 心里不要想 大概一般的形象叫做 不取形象 不取随好 不取形象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要去面对境界 所以老子说 不见可遇 其心不乱 不取随好是什么呢 你不小心还是碰到了 那个可遇境的时候 你不要去圆取它的好 你看我们比如说 很饥饿的人 碰到这么多糕饼蛋糕 不取形象 就是你不要去现场 不取随好 就是碰到了 你也不要取它的好 为什么 这些糕饼 很多都是那种不好的油 这糕点吃多的 身体总胖 还有文明病 血管硬化 脑袋不灵光 思维离茶 很想睡觉 昏沉 而且也容易去追逐 享受的境界 所以不取随好 你想它这么多的坏处的时候 你怎么会贪爱它们呢 但是这些都比较表面 更深的含义是什么 非离物视听言动 更深的含义是说 趋吉弊凶 礼跟天礼有关 跟吉凶霍夫有关 跟人情有关 很隐为的 礼跟非离的抉择的认知 而且这里面的认知里面 是有极高的出世的智慧 极高的入世的抉择 而说不要 这个不要不要当中 是一种过失检讨 罪跟过失的检讨 到最后使自己 成为一个无过之人 以上是一个人心 入世的时候的人心 人心作为本质 礼是它的做法 依着这个离善用情绪 使这个情绪又合道理 又有人情 这是最高的成就 但最高成就的本质 本质在行而上的智慧 在空空如也的智慧 所以孔子说 无有之乎在 无之也 我有之吗 我无之 这个无之是说 我没有能之所之 能之所之 孔子并不是无之之人 孔子是说 能之 没有自己的能之 他一定是对着所之 才有能之 举例来说 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不能单纯地 叫做有智慧的人 你是对着何道理 你才叫做有智慧的人 所以能之就是 有智慧的人 对着道理就是所之 对着所之 你才能够成立能之 对着道理 你通达那个道理 你才叫做有智慧的人 不是有一个叫做 有智慧的人 而道理呢 也不是 自己可以显现的 对着有智慧的人 他才能够显现为道理 很多人 他看不到道理在哪里 比如说很多无力取道的人 他就看不到道理在哪里 那什么叫做 邪恶之人 邪恶之人是对着 邪恶的道理 通达邪恶的道理 说邪恶之人 所以他不是一个独立的 叫做无之 没有独立的能之 也没有独立的所之 能之所之是互相关贷 你道理越通达的所之 道理越通达 道理就是所之 你是一个越是能之的圣人 这两个是对的 所以叫无之 无之并不是什么都不知 无之是能之所之 没有自己的能之 自己成立能之 没有 自己成立所之 没有 这叫做无之 没有能之 没有所之 可是能之所之的观待性 对待性 有没有 有 所以对着顺境 看到他的利益的那一分 才能生贪 贪心 自己不能生 能贪的一定对着所贪 才有 能贪 如果没有对着所贪 自己可以成立能贪的话 那应该对待大便 也可以成立能贪 对待受水 垃圾也可以成为能贪 问题办不到 对不对 所以无之是讲 没有自己可以成立能之 也没有自己可以成立所之 你看孔子的境界多高 那有匹夫问于我 匹夫就是一个世俗之人 你看孔子对于匹夫的耐心 这叫做情绪管理 一般对匹夫就烦 看不起 这个不想跟他们为伍 甚至不想回答问题 可是你说有匹夫问于我 这种世俗的人 浅健的人 庸俗的人 我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就是说 我没有能知所知 可是对到他的时候 他成为所知 我就成为能知 他成为所知 我成为能知的时候 我把它了解得很清楚 我扣两端 他的两端我就立刻知道 我把这两端说清楚 他的两端 比如说 他对这道理 他对这事情 他能够了解多少 我就说他了解的部分 结言就说他了解的部分 还有功过两端 比如说对着染球 就说三师之过 在师之功 因为染球 三师以后不干了 就退保守的人 三师以后不干了 所以三师是过师 在师是功德 对直路这种刚强的人 往前冲的人 说再师是过 三师是功 纪文子 鲁国执政大夫纪文子 孔子说 对他的话一定是 三师是过 再师是功 因为纪文子太保守 所以对保守的人 思维太多就不干了 对进取的人 用三师 否则有时候会 太照进 我扣两端而解 每一个人的两端都不一样 而为什么 孔子能够恰如其分 这个人两端说清楚 很有耐心地说清楚 情绪控管 说清楚 有智慧的作用 有人心的作用 这才是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是人心的 全部是人心 全部是空空如也的智慧 这样的人才是 情绪管理达到 最究竟的状态 他的形象 而这种人的认知 是一种 行而上跟行而下的认知 这种人的认知 是一种自胜的认知 是一种止于至善的气效 我们来讲一段空空如也 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看到钞票 看到钞票 你觉得怎么样 钞票好像空空如也 怎么合覆空空如也 当然合覆 钞票 请问钞票的作用是买东西 对不对 今天假如 对一只狗来讲 它能不能成立钞票 不行 对于生出来的小孩 它能不能成立它是钞票 不行 对那个癌症 昏迷的人 能不能成立钞票 不行 所以钞票不能成为 买东西的作用的时候 它怎么能叫做钞票 所以钞票的提性在哪里 钞票自己成为钞票的提性在哪里 没有 当钞票能够发挥买东西的作用的时候 它才叫做钞票 还有这个国家已经亡了以后 这个钞票能不能叫做钞票 不行 请问钞票的提性在哪里 好 所以了解了这个道理 大学里面 所以我才会说 这种情绪管理的最高境界 形而上的通达 形而下的通达 真的是中国文化的神水 保留在经学里面 成为最殊胜的经益 你看大学里面说 知子而后有定 知子就是讲到子于至善 子于至善里面包括说 你的形而上的通达 你的形而下的通达 你的形而上的通达 让你情绪不生 你的形而下的通达 让你善用情绪 这叫做子于至善 知道子于至善人 而后有定 而后有定就说 你的心流全部投入 专心地学习 定而后能静 而能静是什么 外圆不会摇动你了 而能静就是 非离物事 非离物听 非离物影 非离物动 静下来了 静而后能安 很大的法洗出来了 让身体跟心理 非常的舒服 安而后能绿 安而后能绿 能够做更细腻的思考 跟辨证 绿而后能得 能够真正得到 行而上跟行而下 最究竟的义曲 而这些呢 有时候人要静下来 所以静下来是很重要 人 刚才讲哈佛大学 那个快乐课程 人有时候要静下来 一天至少要静下来十分钟 不要每天动荡的 滑手机 看荧幕 这个想东想西 人一天最少要静下来 去做思维 孔子静下来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呢 叫做生生如也 夭夭如也 生生如也就是指说 这个人的 行而上的智慧以德 完全没有烦恼 所以整个人是正直的 那夭夭如也呢 就是人心也到达究竟 所以又正直又和蔼可亲 你要知道 正直的未必和蔼可亲 和蔼可亲的未必正直 生生如也就是很正直 夭夭如也就是和蔼可亲 生生如也是行而上的成就 夭夭如也是行而下的通达 而这个呢就反映到重庸的 所谓的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就行而上的通达 发而皆重皆未之和 是行而下的通达 那这个中和叫做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因为行而上的通达 本体的通达 本来就是天下的大本 和叶者天下之达道也 就是善用情绪 是你通达的人 善用情绪成为领导者 情绪的智慧 这个让你成为领导者 那这个 从这个情绪当中 表达你对善恶的看法 表达你对君子的重用 表达你对恶风气的厌恶 表达你对小人跟恶人的怨离 这个情绪的表达实在太重要 那就是天下的达道 会让整个人心祥和 会让万民归附 所以叫做 至终和天地未言 这个人如果成为领导者 天地未言 天地未言就是说 不会有这些灾害 事实正常 万物与言 万物都在天地正常的情况下 万物被培育起来 那我们说三才里面 人在天地当中 人是三才 三才里面最重要的 其实是人才 天才地才固然重要 人才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唯有人发挥价值 天地才会正位 这是第一个 天地养人的功能 养万物的功能 要靠人发挥人心 要靠人发挥圣人的智慧 而具有入室的人心 天地才会正位 可第二个 天地固然能够养人 可是天地没办法 把人培养成君子跟圣人 所以天地拥有遗憾 只有君子透过 半政治跟半教育 而能够养人 把人培养成君子跟圣人 弥补天地养人的不足 养人的遗憾 最后总结 情绪智慧也可以是小缺性 让你每天过着 快乐幸福的美满的日子 家庭和乐 但是也可以是处事的大学问 变成领导者最殊胜的风格 就看你这一 我们这个十三集 十三个单元 十六集的情绪管理课程 要看你怎么看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从论语来说起 如何把情绪管理的课程 变成一个有益的课程 变成一个处事 能够亨通的课程 不只是小缺性的课程 那这个就有赖于大家 好好的学习跟深入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 从这一章里面可以知道说 完全没有情绪的人 才能够完全用情绪 这是很厉害的 完全没有情绪的人 是行而上的通达 完全可以用情绪来处理问题的 叫做行而下的通达 而也透过这一章 这才叫做 情绪管理最高的成就 就是这样的成就 那我们的题目 还叫做做生命的主人 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这个除了说情绪管理 从论语说起以外 我们主题里面还包括一个 做生命的主人 这就是做生命的主人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相信大家一定有所感想 那不足的部分 我也要在这里抱歉 我个人的学问不足 对这个主题 了解深度也不够 广度也不足 但是很愿意在这里 抒发心得 抛砖引玉 那下面呢 我们将会以 另一个单元 就是认知偏差 有论语说起 认知偏差里面 认知偏误里面 有很多的认知偏误 那这个 我们来看看 从论语里面 怎么看出 认知偏误的可怕 认知偏误该如何导正 所以整个情绪里面 也必须被认知所掌控 认知偏误啊 它造成的过患实在太大 有认知偏误的呢 不可能解决问题 不可能改正过失 不可能反省自己 也不可能对自己 做深切的检讨 有认知偏误的呢 也不可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也不可能找到 它心灵的归属 认知偏误实在太可怕了 所以必须要对认知偏误这个主题 好好地学习 那配合论语来讲认知偏误 是我下一期要讲的单元 那当然 这个也欢迎大家 这个给我意见 我会接受大家的批评 来做一个好的出发 过程当中 也会有所改进 这一集 这个单元 情绪管理的课程 这个单元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 这个认知偏误 从论语说起 再来跟大家 继续地来做精学 跟认知偏误的探讨 谢谢大家 下周再会 谢谢大家